几个地方不太一样 就是Messure Box后面 我有加一个逗点 加一个Critical 加一个VB Information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基本上 如果你希望Messure Box跳出来不要那么呆板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后面再加上一个警告 警告就叉叉 有没有 这一个小icon在上面的话 那你可以再加一个VB Critical 这个就是他会有一个警告 OK我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这边没输入 新增 有没有看到XX OK 那 另外的话呢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逗点 后面的话呢 所以你在这边看逗点后面就一串 那至于说里面 大家或者VB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感觉就没有威胁性这么大 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这边输入的 然后这个假如说这一个没输入的话 他就会跳出惊叹号 刚刚是XX XX感觉好像就是 会 很有那种威胁的感觉 那惊叹号 就是 警告一下 感觉像温和一点点 OK所以这也是一种 图示 看图会比较知道 不然的话如果你只是单单 只有文字 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前面的东西就是 逗点后面的东西 但是这个非必要 只是感觉有了一个图 就会感觉有差 温度多一点点吧 不然现在大家还是喜欢看图为主吧 你说 写一大堆东西 说真的也没有人真的认真看 但是看到惊叹 然后看到XX就知道意思了 对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说 另外这个到底要加什么 其实逗点发现后面就会一堆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其他不见得每个都需要用到 那刚好那个 微软很奇怪 他就是 其实应该你在选的时候 应该有图在旁边就知道 可是他就是没有 那怎么办 如果不知道 像我以前做的反正我就试一下嘛 然后让他跳出来看我就知道 然后我选择要不要 不过 几乎都乱过了 最后发现只有大概两个可以用 这个 XX 跟惊叹号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自己踹踹看 OK大概这两个 那其他的话要不要加那就看各位了 你就直接逗点他会跳出来 VVcritical 那另外的话呢 刚刚我这边 VBA点 后面那个Is Nubric 当然你如果按F1他也会跳说明 就是 判断说你给他的资料里面是不是数字 那 我们主要是要挡一下不是数字 输入不是数字的 所以不是数字有两种表示方法 等于False 或者另外一个是什么 不等于True 两个方法也不一样 特别重要 两个方法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是不是 不等于 不等于True 其实就是等于False 意思就是说 前面的这个东西 不是数字的意思 不等于True 佛 那这个是什么 不是真 不是真跟佛一不一样 邏辑上是一样的 OK 那 至于习惯写哪一个 你就看自己习惯吧 如果不是 不等于True 因为我云端上面是写这样 我刚刚写这样 我怕 所以我先讲一下 不然我同学老师 为什么你又写两种方法又不一样 到底哪个才对的 两个都对 OK 那就看你习惯哪一种 应该可以知道我意思吧 因为说真的 学程式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每个人都写的不一样 而且呢 更奇妙的是同一个人写的 时间点不一样 写出来也又不一样 那你说怎么办 就是麻烦的地方 但你不用说confuse什么 反正你就是知道意思就好了 就像你不能限制说每个人讲话 今天讲这样 明天也要一模一样 说真的 我上课就像我今天上的课 跟我下一集上的课 怎么可能会一模一样 又不是copy 我也很希望copy 切上就好了 但问题 绝对不可能 因为人 还是或多或少会有那种 模糊的空间 就像AI一样 AI其实最麻烦的地方 他没有模糊空间 所以你要帮他有模糊空间 所以他要深度学习 但是基本上很模糊的东西 他还是没办法判断 所以以后的机器很麻烦 除非你要跟他讲说 这个如果是模糊空间 你要用哪一个才是对的 你还要再训练他 训练到某一个层 他可能会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像人 这么的模糊空间这么大 所以以后他比较适用在那种很精确 比较相对于 逻辑很精确的那个事情上面 像这种东西 用电脑来做就非常适合 但是如果用 人来做人都会觉得好麻烦 要判断这么多事情 所以 刚刚这个部分 还有就是 这边偶 其实这个逻辑你也可以写在end OK 只是说用偶尔可能比较比较方便一些些 那写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防呆 就做完了 那再来的话 最后理论上应该这样子我们就 应该就OK了 不过好像还有个地方 这个小数点 算了这个小数点其实也可以改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是 再输入 确认没有问题的话 那应该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但是最后还有个地方好像还是不够完美 比如说第1个 Enter过之后 再Enter 还要再多一个Enter 那就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直接怎么样 直接干脆好我就直接打到这边之后 我可不可以不要多按个Enter 我直接怎么样 直接在这边按Enter他就自动 资料过来了 他就不用再跳到新增这边 才能够Enter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 最后如果说 其实 这个地方如果 不要让他再多按一边 因为Enter其实实际上是跳到这边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首先第1个 主要的问题在这里 就是当我在这一个 Testbox上面 如果被按下Enter的话 那我就直接去执行新增按钮 我就不用再跳过来了 OK那怎么做 第1个 你在这个Testbox 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他的事件 我讲过 事件是追踪 就是去侦测说 你到底 什么状态发生的时候 要执行程式 他说是不是Change 当然不是 我按Enter Enter的话 实际上 请特别注意 事件在这里 里面的话 就是当我在那个 Testbox 4上面 应该是按下某个按键的时候 哪个按键呢 他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叫什么 Key 按键被什么 被按下去 所以他叫Key Down Key Press是被按住 Key Up是放开的 Release 所以基本上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当我按下 那个按键的时候 所以选这个 把Change 所以你会发现他要多一个事件 把这个上面这个把它Delete掉 不需要 OK 然后再来的话 当那个 Testbox 4 被按下按键 可是问题 他按下按键 每个按键都会触发这个事件 那我们 只要 针对是Enter 那个 再去做 对应的程式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 那他怎么告诉你说 他按下的按键 是 Enter 他可以透过Key Call 所以 特别注意 我这边底下 第一步 就是你在 我们这边点两下 把这个改成Key Down 第二个的话 就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什么呢 他的Key Call 多指的是按键 按下Enter 特别注意 对 这个 Enter键 在 我们内码里面 刚好是 数字 刚好是 排在第13 那你怎么知道 是排第13 其实 在计算机概论 以前如果你们有说过 AS CII ASCII 就是 那个美国的设计 键盘的 对应的 那个位置的说法 他会有一个 ASCII的内码 那实际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少一个ASCII的这个彩色 那你会发现 他把那个Enter放在哪一个 Enter放在这一个 Return 就是放在他的那个 就是 实际位的话是第13 那这个13 实际上就是他的Key Call 所以如果他按下按键 ASCII的内码表 他里面是13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 如果 他按下的Key Call 是13 硬是他按Enter的意思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然后 所以这边打一个 然后 然后做什么 Endif 如果 他按下13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就直接 让他去执行那个什么 那个新增的那个Sub就好 那个新增的Sub叫什么名称 就是叫这个名称 Sub后面这个名称 所以你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名称 复制起来 OK 复制之后的话 包含就不要包含 Sub到 那个刮胡前面 然后你就是call 打一个call就可以了 呼叫那个新增的那个Sub 名称打上去 就叫 Command button 1 back click OK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按Enter 就直接转移变成 按新增的话 那只要写这样就可以了 好啊 这个key call 主要是什么 就是透过Rsq内码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查到 他在按别的按键 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去做逻辑判断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 应该就成功 H L L Enter 然后输入 输入 输入 其实他这个keydown如果输入 他也 侦测到 只是说 他只有按Enter 是13 他才会有作用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 刚刚按Enter 他会跳到这边来 但现在Enter会不会呢 看一下 如果按Enter可以的话 那应该就很好用了 Enter 你有没有发现 他等于就是直接就变成按下按钮 然后把 按下新增按钮的动作全部又跑过一遍 OK 所以这样子就还蛮好用的 Enter 再试试 其实还蛮OK的 Enter 有没有 所以这个 如果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讲的东西 通通都加在一起 其实工作上还蛮好用的 你就可以keykeyEnter 其实还蛮流畅的 但是 其实之前我本来讲 交到这边就OK 但是其实还有一些地方 不够好 前世永远写不完 永远 结果同意说 老师那你之前不是讲过吗 就是这边不是应该保护 那会不会有人 给你随便创改成绩 比如说可能是 65分 他就把它改成95分 那后面就全部都改动了 那就会有争议了 比如他的版本跟你的版本不match 或者变成每个人版本都不match 那最后以哪个人版本为主 那就会有问题了 而且有些 有些人的版本可能是你的主管 对你的主管的版本 他是 他自改 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以你的还以他的 那就会有争议了 所以怎么办 应该是 教育里面 有一个什么呢 保护工作表 那你应该加上密码 把他密码保护起来 但问题来了 启动表单 输入资料 这样会不会成功呢 已经打到不到多了 OK 随便 好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输入资料 会成功吗 因为我已经保护了 保护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又不能变动 就像你现在 现在要串改 改这个成绩 他马上出现说 你保护了 那你可能要取消 而且可能要输入密码 所以这边的话 能不能改 不能改 但是能不能用程式来改 Enter 会怎么样 错误 意思就是说 当然呢 你人工无法变更的 你VBA也无法变更 那就完蛋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你只要怎么样 动态的 把你的那个 保护取消 然后修改完 再保护回来就好了 OK会很困难吗 待会跟各位讲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 再讲了几个重点 一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程式里面 这个刚刚逻辑判断 加了这个 VB Critical 或者 VB Information 这个当然 不一定要加 可是有画龙点睛的感觉 我觉得 另外的话 等于false 跟不等于处是一样的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后面呢 如果要加Enter的话 记得是 当那个 Testbox 4 被 本来是change 把它改成keydown 去判断它的keycode 是不是3 如果4的话呢 就改呼叫什么 呼叫这个 就是新增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我们程式越写越多了 如果细节也越来越多 那当然这个地方 就有 当然你一下子 没办法马上听懂 也没有关系 你最好就是先做 那有问题的话回去 再 尽量还是要repeat一下 就是再把那个你可能 一下子没办法吸收的那个部分 再把它重听过 最重要一定要实做 而且 尽可能找一些简单的sample 先乱乱看 比如说你工作里面 如果有类似的表单应用 可以用用看 我觉得这个表单应用真的还蛮方便的 因为如果说 因为太多同学会问说到底用什么方式做输入界面是最棒的 最不是最棒 最简单 应该我看起来 如果用其他城市产生的 基本上 看起来好像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 你说其他的方式还有什么 一般就是做 网页从网页输入 可是网页还要找专人去架网站干嘛 还要架资料库 更不要说用手机App 那手机App也可以 只是手机App 那个更 更复杂了 OK 那不然的话还有 其他什么方法 其他就 都是要写程式 而且一个比一个困难 像Python 也可以 但用Python写界面 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所以如果 假设说 你希望把你的工作流程 本来是 在 纸本作业的 你要把它变成电子化 在电脑上面输入的话 那其实这个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 而且 技术的难度虽然也是不低 但是我觉得 比起其他的方式 已经是算简单太多了 而且跟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又可以完全 可以衔接的上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像逻辑判断前面都讲过 还有动态的输入 这个公式到 储存格 这些我想都是类似文合 只是说多学一个表单的设计 请各位先试一下 最后我讲一下有关资料的保护 就是说如果 以后 还是建议如果你要把资料给别人 如果你要避免到 那种纠纷争议 或者是说到底 会不会被篡改 或者以谁的为准的话 那就有必要就把资料 干脆保护起来 基本上就跟资料库一样 资料库本身就是你没有权限 你也没办法改动 OK 那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把 以Sale真的 来当成资料库用 那当然你需要怎么样 第一个把它保护 但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保护起来 VBA就没办法去变更 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够 透过VBA的程式帮你变更的话 那这个地方 该怎么做 那待会我们来看 下课再休息一下 待会来看 怎么去 利用程式 如果你要变更的话 那我就是 把那个 密码 动态输入 然后动态 再把资料改过 最后再 把他在 这个密码再加上 反正就是不让使用者随意的变动资料 真的就可以达到什么 用表单 真的把以Sale当资料库来用 OK 但是特别是 如果你把这个 以Sale当资料库来用 他有个限制 就是他最多的笔数 只有 104万多笔 也就是你那个输入的那个资料 最多1048576 如果我想 如果你的笔数不会超过100万笔 这个应该够了 如果我想你要 KKK到100万笔 再KK到民国党爱念 才能够 KK完KK到100万笔 所以 理论上这样应该够了 后面才需要做转移 比如说 大家的资料在汇整到 资料库 的问题 目前这样用应该 都很好用 OK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部分 再练习过 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程式部分 如果有一些细节 不太清楚的话 云端上面 也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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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